第二張作品是我們中興新村的廣場 因為中興新村廣場在會堂 中興會堂中興新村的地標的建築 那因為它的造型古典優美 但堂前的廣場卻被常利用為做大型的旅遊活動會場 包括風箏節 藍頭花會 博覽會等活動都在這裡舉行 那這張作品利用假日的時候以下午的光影 用一個樹的影子來當一個前景 那後面廣場有一些放風箏的癱瘓 那我們覺得在這裡可以自由的活動 那我們中興新村成了一個很好的遊樂的場所